鸿海宣布将会与AI晶片龙头灰达来新手打造下个世代的AI工厂 鸿海使用的是NVIDIA 用在于开发工业还有人工智慧模拟应用程式的平台 有助于量产进度 再加上鸿海还要扩大台美还有墨西哥等地的产能 这也凸显出来灰达对于GB200后世充满信心 2025年就会是AI人工智慧年 随着AI新产品即将推出 鸿海将会充分掌握这一波的商机进入另一个成长阶段 才在14号法说会上指出明年是人工智慧年 集团将会充分掌握商机 鸿海最新宣布与辉达携手打造下世代AI工厂 运用Omniverse平台以示为卵生技术重塑制造业的未来 我们不仅仅是AI的供应商 也会是AI的使用者 在AI算力大幅提升下 我们也开始新建超级算力中心 即将成为具有AI超算能力的一个制造大厂 回答指出 Blackwall平台已全面量产 为了满足需求 鸿海正在使用NVIDIA Omniverse 用于开发工业人工智慧模拟应用程式的平台 正在帮助美国墨西哥和台湾的设施 比以往更快的上线 其中鸿海墨西哥工厂将于明年初开始生产 台湾工厂则将于12月开始生产 目前就是Blackwall相关或是之后的AI 其实都有一个供应紧缺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在那边持续扩产 基本上就是因应这个 回答还有整个这个各家这个CSP厂后续的需求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跟川普未来政策 是有相关的这个去做个联动 所以基本上就整体来说 就是做正向看待就可以 回答近期传出新晶片 在伺服器中出现过热问题 业界解读在Gb200又爆出利空消息之际 回答仍与鸿海持续合作 加上鸿海还要扩大台美墨等地产能 突现回答对Gb200后事充满信心 记者杨恒 吴国豪 台北采访报道